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方 欢迎来到我频道 前两天切GPD4已经把它的插件和联网的功能开放给了所有的用户 今天我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好用的10个切GPD的插件 如果你是第一次升级好切GPD 是看不到borrow联网的功能和插件的功能 你需要在左下角三个小点 setting这边bad future 你要把联网功能和插件功能打开 今天我们来使用一下带有插件功能的切GPD4 同样切GPD4即使是我们付费版本的 三个小时也只有25个问题可以问他 然后这边是我已经安装好的一些插件 如果你第一次安装的话 需要到这个plug in store里面去安装 这边是他推荐的8个 他认为最好用的切GPD的插件 这些是我安装好的 鼠标悬停在我已经安装好的这些插件当中 如果我想要应用这个插件 我就把它打勾 在同一时间可以支持三个插件同时运作 然后现在选择VOX script 鼠标悬停在这边就会看到 它是可以财经数据和一些google search的一些结果 包括youtube的一些总结 你可以用英文来提问 可以用中文来提问 这是一个24分钟的youtube 这个metawolf这个youtube 我非常的喜欢 也是AI方面的一个博主 如果我没有耐心花24分钟时间 来听这个youtube来讲这个主题的话 我们将这个link复制下来 我们选择VOX script 将这个地址复制进来 我说请帮我总结一下 他就调用了VOX script插件 他感觉他是分了6次去读了这个youtube内容 然后他就总结出来 他说这部影片 是由 Matt Wolf制作的标题为 My AI Secondary to make life easier 他在影片当中分享了 他如何使用各种AI工具 来提高生活工作效率 以下是他提到的主要的工具 和使用的方法 第一个是ChatGBT 第二个是MyMind 这个类似于Printers的工具 他还提到一些其他的工具 比如像Majerate 还有SableDiffusion 他每天都会用这些工具 来创建YouTube的视频 梭略图 推特的名音 他强调虽然这些工具 可以让人们变得更懒 但是他发现自己 因为使用了这些工具 变得更加的好奇 并能够深入的研究这些主题 24分钟 他才花了几秒钟 就帮我们总结出了 这里面的主要的内容 而且是中文的 It's amazing 下一个插件是WebPilot 他可以浏览网页和PDF 从一个或者更多的URL当中 总结出来一篇文章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篇 太阳系的 微级百科的文章 这里面讲了非常多的信息 但是我也不想花太长时间 我让他帮我总结出一篇文章出来 我们就把这个链接地址 复制下来 贴在这里 我说请帮我总结一下 他就调用WebPilot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做什么事情 这些是他的原代码 在做的一些事情 将这个link读取到 并且获取到了这些信息 但这些对于用户来说 是无感的 我们可以把它关闭掉 他说这是关于太阳系的中文 维基百科的页面 太阳系是由太阳和围绕 它运行的天体 当然我们在以往切GP当中 也可以问帮我总结一下 太阳系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他也会总结出来 但是这个WebPilot 是指定你给他一个link地址 或者是一个PDF 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 好下一个我们要使用的是 Taster Recipes 美味食谱这样一个插件 他说可以在数百万的 Taster用户当中去发现一些 烹饪的技巧 膳食的计划等等 我已经选中了当前插件 我说我需要一个 为期一周的减肥计划食谱 请帮我列举出来可以吗 他说当然可以 这个感觉没有调用这个插件 根据ChatGPD自身的能力 帮我列举出来了 为期一周的一个减肥计划的食谱 我觉得当然也不错 但是我这边还是想调用一下Taster Recipe的插件来使用一下 我们把它暂停一下 我说给我一个烤鸡熊肉配蔬菜的食谱 他开始调用了 调用Taster Recipe美味食谱插件了 所谓的插件就是将我们交互的这些信息通过 ChatGPD去分析 然后将关键的信息提交给插件的提供商 他通过API的方式 然后API的方式再返回给ChatGPD 然后ChatGPD来总结一下 当然这个信息来自于第三方的插件里面的数据库 并不是来自于ChatGPD本身的能力 他给我们创建了这样一个食谱 食材包括两磅的碎牛肉 二分之一的马铃薯等等 步骤是什么 他写的非常详细 这个是来自于Taster Recipe的网站里面的功能 教你怎么样多大的中火的这样一个烤炉 放到什么样一个碗装中 然后用多大的锡纸 每块放上多少 以后就可以对着我们ChatGPD去说一下 你想要什么样的食谱 很多人说手机的ChatGPD官方的APP当中 没有ChatGPD的插件和浏览的功能 其实它是有的 需要和网页去配合 我们要在这边右上角的三个小点打开 然后点击Hitry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NewChat和我们网站上是一样的 对应的三个list记录 我们点进去 调用了ChatGPD的 在这个对话里面 我们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其他的食谱 请给我一个烤羊腿的食谱 你看他user这个taste recipe获取到了烤羊腿的信息 他在用这个recipe的插件了 taste recipe给我回复了 他说以下是一个烤羊腿配土豆的食谱 巴拉巴拉巴拉 很好 我就验证了我们的ChatGPD IOS苹果的官方APP 它是有插件和联网的功能的 需要先在我们网页端选择好插件 然后配合Hitry来使用的 我们又解决了一个迷思 这个Cooper的插件 也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插件 可以为我们省钱的 他说可以为我们从成千上万的 在线的商店里面去找到最好的优惠券 好 我们选择一下 给我找一些注册域名的优惠券 然后他又去调用这个Cooper 他说GoDaddy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域名注册和网站主机服务商 现在有些现金回馈活动 最高可以达3.5% 给我一个GoDaddy的link 然后他们下面给了一些优惠券 我不知道这些优惠券能不能用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我说我要购买洗发水 有优惠券吗 他还是可以调用 他说这个Software 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美妆和护肤品的购物平台 并且他们现在有一些现金优惠的活动 可以达到5% 然后他给我的一个链接地址 然后下面有一些优惠券 这个优惠券 购物的时候提交出来 可能会有一些优惠 好 下一个插件 Podcast Search 是一个从Podcast Index.org 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语音平台上面去探索更多的播客的节目 好我们选中 我说请给我推荐一些区块链领域的节目 他开始调用Podcast Search 以下是一些关于区块链领域的节目推荐 1234非常快 好这些节目涵盖了区块链的各个主题 包括加密货币 创新 创业 风险 资本 安全性 等等 希望你能在其中找到你感兴趣的内容 然后他就把这些信息以缩略图的形式来展示出来 我可以点进去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作为我觉得10个最有用的ChatGPT的插件 当中的第一部分前5个 后面5个我们会分成下一集 给大家来分享 你可以订阅我这个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有最新的用插件要过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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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